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又到了我们格局的时间 古时候的人啊 因为是农工商 他把商放在最低限的位置 所以古时候的人 比较不会要求说要发大财 我们前面介绍的格局 都是什么清官啊 有什么样的格局 他可能有机会会做大官 还会发大财吗 对 好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潮斗洋斗绝路龙昌 他的意思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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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意思就是说 七煞做命在隐位的时候 对公是子为天府 这个称为七煞草斗阁 那如果七煞坐在身位的时候呢 他的对公子为天府呢 这个叫做七煞斗斗阁 那这也是传说中 我们的台湾首富 跟我们的江刚首富的格局 什么是草斗 连往上看就叫做草 连往下看就是斗 斗是什么呀 斗呢就是紫微星 紫微星是在我们紫微斗树里面的 北斗之心 感觉又是绝又是鹿的 可以当大官还可以发大财 我觉得很好耶 大家只有看到鹿的部分 有钱的部分 很少就看到这个绝 看一下下面的注解写的 七煞守命望宫是也 这意思就是七煞要在命宫 或者是官鹿宫 但是呢要是在旺盛的状态 七煞没有丝化 所以他旺盛的状态是不是要带到 露存心不能有萨心进去 这样的话呢七煞做命的人在事业上 就会做的还不错 但是呢他不只有在商场上哦 因为这类的人啊 很容易在工作上 或者是官场上呢 做到一个不错的一个位置 如子午隐身为草斗 三邦为阳斗 路格者富贵 落千关路二宫 不在此论 意思说这个只适合在命宫 不适合在迁移宫 为何 如果他在迁移宫的时候又会变成一个格局 叫做子府同龄 对啊这样不奇怪 很多书上都说子府同龄格很好 对不对 对啊 可是这边怎么又说他是不好的状态呢 对我黑了问好 其实呢这个就要看紫薇跟天府 他的所在的位置 以及呢紫薇心是不是有会到他足够的吉星 才会有这样的好的状态 那格局上面写绝入龙昌啊 大部分人就像刚刚讲他只考虑到碰到鹿 或者是三方四症有带到鹿存的时候 比较容易赚到钱 但是呢 如果这个紫薇心的三方四症有带到吉星的话呢 或者是说他的命宫 例如带到文昌星 文昌化科 或者是关路宫带到化科的星药的时候啊 他其实呢很有机会在大机构 或者是在大公司内呢 做到很高的一个职位 所以他不见得是要自己创业的 七煞心呢 他坚持做自己的事情 紫薇天府在外面呢 他面子的理子都要 所以他只要有足够的能力 坚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当然他就可以有一个不错的成就 紫薇天府这两颗心都是地心 所以在外面人家会敬仰他 这一组的格局呢 还有一个更特别的是 很多的宗教教主也是这个格局 我好想要当教主了 宗教教主的领袖呢 某个程度来说呢 他也是帝王一样 但是如果没有会到以上的条件呢 就不构成这个格局啰 除了这个之外啊 我还有看到一个就是什么 日月醉嫌宝贝 他写 假如日在须有害之仇 月在卯成是五位 皆为反备 人看上旋下旋月 在上旋望日即 下旋惠日凶 若日月同源 便看人生时 日喜太阳月喜 太阴方可论或福 那一般来讲呢 我们都知道说呢 太阳跟月亮呢 是我们盘上最重要的两颗星药 因为日月呢 在盘上代表的是阴阳 所以我们会希望呢 它都是在旺盛的状态 在旺位的状态 好的格局呢 我们称为它为日月并明格 日月都是在旺位都是亮的 那这样盘上的星药呢 才会有力量 我们这边写的是日月最显反背 那很多解释上也说 这个日月反背呢 是不好的 因为盘上的星药就没有力量 才会说它是不好的 可是它这个地方很矛盾 你记得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格局 太阴如果在落线位的话 逢入全科其实很好 这个地方为什么说日月最显反背啊 我们这边斗树全书上写 假如日在地之位 须有害子丑 月在地之位的 卯层次五位 那太阳太阴它都是反背 也就是落线位的意思 因为紫薇斗树看的是阴历 所以月亮为主 那因此呢 它的出生的时间呢 如果是在上旋月的时候 即便太阳在落线位 其实还不错 下旋月时呢 太阳在落线位的话呢 就真的就没有这么的好 若日月同源 太阳太阴同时在命宫的时候 或者是日月拱命的时候 那日月拱命的时候 命宫呢 会是空宫 这个时候有一个格局 就叫做明珠出海格 太阳在往位的时候 但是如果颠倒过来 不是明珠出海格了 那这样子 我们就要看这个人的出生的时间 那白天出生的呢 就喜欢太阳 晚上出生的呢 就喜欢太阴 方可论或无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白天出生呢 太阳呢 在落线位也还好 因为命被日月所拱 而日月在落线位 财伯宫呢 会是太阳 如果在晚上出生的呢 太阴心会在棺木宫 其实也不会太差哦 太阴心其实是不怕落线位的 它如果逢到三级家会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事情 所以其实它还是有条件嘛 然后你才会觉得 啊我真的好辛苦哦 那我们今天的格局就分享到这边哦 如果喜欢的话 帮我们分享 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利用折托术 改变命运状况 改变自己的人生 大家支持一下我的新书 谢谢